因為如果選擇第一時間就全部往前all in 那二一收購就能夠起到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就我上半部上衝也三個進戰衝進去 就是全部人二一收購吃好吃好 全部被買走 我提完還是有下一條風龍 需要去爭奪 堅據如何利用他們三龍的優勢來 把這個時間再次延緩 就變得相當重要 但是你前面有提到 堅據這個陣容拖到後期 這算不高 菲克來到正面 這是TP來的 有邊線清完馬上直接交TP過來正面 Keria這波治癒加速要來追人 導彈有緩速到 不過堅據這波拉鎖得很及時 沒有被T1給留住 政治咒詩一加球果 讓堅據更難踩進來了 一瞬間河道四野變成T1了 而且T1這時候正在動龍 八千多左右 球比這時候正在側邊繞 他通了一個九桶大絕 想來限制一下對方 三千多左右 Kenny是有點進不太來了 充電來同時 龍已經沒有了 而且歐登這時候又錘了出去 這波冰箭打在對方的輔助身上 球種在把兩個人給直接炸走 這波還有一收夠 然後歐登這波盯到對方的輔助了 還有一個西格射大絕 炸在著正面當中 但菲克的大絕又再次Q3擊飛到 還有Q3擊飛之後 King直接被點到死 沒有人管了到這個矮心 Keria一直在射 他從來到尾沒有停過 閃心得完全齊發 這裡不是招喚小谷 這裡是虎狼關 Keria一個大三個 雖然在第一時間 GENGER進場 你就先把他們覺得比較棘手的瑞阿達給除掉 而且甚至讓瑞阿達要是打在自己的身上 但問題是 全部的技能all in完了 已經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威脅到這個艾希 就當真的要比雙C的持續輸出能力的時候 還是雅寧跟艾希越勝一籌 這把比賽最後 然後開始最快復活 7秒鐘 但是有人守得住主堡的雙塔嗎 這裡有爆破 正在爆破GENGER的主堡雙塔 結束了 之一還有之二 都要沒有了 這裡總之原地放了這個滾動酒桶之後 讓GENGER根本守不住他們的主堡 30分鐘的時間 劈牌先拿到第一場比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